这是一个长着黄金羊角 活在大金链子的土大款牛头人 看着眼前这群来路不明的人 他警惕地围着眼前的人不断地秀秀文文 他绕着文了一圈 最后把目光锁在眼前这个身高 只有一米二的矮人身上 女矮人拽着红宝石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原来刚进森林的路上 贪财的女矮人拿了森林的宝石 负责守护森林财富的牛头人完全忍不了 目露凶光准备下口 好在金姐跟大壮早有准备 危急时刻 直接发起反击 大壮一脚直接把对方击飞三米远 一斧头直击大牛头 牛头人不服输 一次一次发起进攻 不料大壮直接一脚又一脚踹退牛头人 牛头人眼看打不过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直接爬到树上 一声怒吼开始摇人 一个牛头人多够厉害 来更多还得了 只见金姐一个策划 一箭刺伤牛头人手臂 大壮抓住机会一个后空翻 抓住仰角直接折断了他的脖子 另一边 四个小矮人早把黄金魔镜打包好 抬起就跑 先前的几声喉引来了不少牛头人 大壮两人撒鸭子赶紧跑 小美不小心被牛头人用藤蔓套住 危急时刻 大壮毫不犹豫地往后扑去 砍断藤蔓后 掩护金姐先跑 自己则留下来断喉 越来越多的牛头人赶了上来 把大壮团团围住 另一边 干着急的金姐突然想到 之前死去的牛头人的血液可以做燃料 让一旁的小矮人帮忙点火 金姐集中注意力一发入鬼 对岸的所有牛头人瞬间被蓝色火焰包围 全军覆没 大壮在一旁爬了出来 绝处逢生 几人如愿地拿到了黄金魔镜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魔镜远比黑色牛头人可怕 一阵风吹过 遮盖魔镜的布掉了下来 第一个被迷惑的人就是大壮 周围一直环绕着一个声音 让他杀了所有人 就在这时 一阵寒冰袭来 地面瞬间被冰封 北京女王骑着她的白色巨熊 带着军队浩浩荡荡走了过来 一旁的小矮人见状想反抗 女王只是轻轻一挥手 矮人瞬间变成冰雕 女王抢走了黄金魔镜 浩浩荡荡地回到皇宫 有了魔镜在手 冰雪女王如虎添翼 北京女王缓缓地走到黄金魔镜前 对着魔镜喃喃地念起了咒语 魔镜 魔镜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话音刚落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